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7月1日是个喜庆的日子 我们党迎来102岁生日 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6周年纪念日 就在一大早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香港金子金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 今天下午 香港尖沙嘴码头广场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快闪音乐会 香港同胞自发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一名举着国旗的香港市民 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 香港有今天的安定繁荣 我们很感谢祖国 一年前 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 并语重心长地指出 经历了风风雨雨 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 也乱不起 更深感香港发展 不能再耽搁 要排除一切干扰 聚精会神谋发展 如今我们看到 香港已经进入了油炙吉星的新阶段 大家都感觉 香港如今比以往更加团结 凝聚力更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 每天给香港增加维生素 让它更加强壮 有个数据 今年前五个月 深港贸易值达到 2258.1亿元 同比增长5.6%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正在加速融合 那说到融合 还有件事值得说说 今天零时起 港车北上开始实施 这是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意味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融合 迈上快车道 就在近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合作 总台CGTN英语频道 今天正式在香港电台公共数字电视平台落播 为香港同胞传递祖国发展和新时代脉搏的最强音 人们常说 一国原则越坚固 两制优势越彰显 香港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 紫金花将尽情盛放 东方之珠也将更加熠熠生辉